小朋友,你們購買東西時 是否很多時都會用一張嘟嘟卡 儲值支付卡來付錢呢? 而付錢又是否這麼簡單 嘟一聲就完成了呢? 其實我們用這張儲值支付卡的時候 其實還需要增值 而可能你有時都會覺得很有趣 你的爸爸媽媽為何用手提電話就可以付錢呢? 今集讓我們和你們分享下 不同付錢的支付方法 我們一起去片看吧 《小小理財師》第五集 《不同的支付方法》 你決定買什麼了嗎? 我找到了,我想買牛奶 那好吧,我們快點去付錢吧 一盒牛奶,多謝你15元 這是什麼? 10元啊,小朋友 你在想什麼? 為什麼不付錢呢? 我想知道這些圖案有什麼意思 哦,這些圖案表示便利店接受支付的方法 你可以用現金、儲值支付卡、信用卡 或者手機支付付付錢 原來是這樣 我用儲值支付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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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錢 小朋友,你付不付錢 你把儲值支付卡還欠一元 給付費不足 咦?我上次拍卡就搭車了? 為什麼這次不行? 難道這張卡壞了嗎? 上次就說過了 用儲值支付卡之前 要先入錢入這張卡 卡內沒有餘額 就用不到錢了 我記得 不過我怎知道卡還有沒有錢 上次你搭完車 有沒有留意餘額? 如果已經用了錢 你又沒有增值 那就用不到了 哎呀 我一直都沒有看到有多少錢剩 那現在怎麼辦呢? 我給你50元增值 這次記得留意餘額 收你50元 好了,增值了 現在還有49元 你可以在收銀機螢幕看餘額 另外亦可以保留收銀依依給你的收據 上面都有儲值支付卡的餘額 那即是這50元 進去儲值支付卡了? 是啊,你快點付錢吧 這次記得看看還有多少錢 34元 因為增值了50元 用15元買了牛奶 計算之前欠了1元 所以將儲值支付卡就有34元 哦,那我明白 要先存錢入儲值支付卡 增值了才可以買東西 爸爸,剛才那間便利店 還可以用其他方法付錢 我只會用現金和儲值支付卡 其他的支付方法是怎樣的? 剛才那間便利店 還接受信用卡和手機支付 手機支付就好像把爸爸的儲值支付卡 信用卡又或者銀行戶口 裝在爸爸的手機裡面 付錢的時候就在那裡扣錢了 至於信用卡 其實是爸爸買東西的時候 出信用卡給爸爸的銀行 幫爸爸付錢 之後爸爸便要準時全數還錢給銀行 那我明白了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一起做DIY摺子活動 我想小朋友之前 或者都摺過很多不同的東西 今天就特別點 會教大家摺一個錢包 摺好之後 你可以花心思去裝飾個錢包 成為一個獨一模擬的玩具銀包 你還可以把你的玩具錢放進去 用來在家裡和爸爸媽媽玩模擬購物遊戲 首先我們要準備一張A4紙 然後先把紙張從中間對摺 之後再打開紙 就會見到中間有一條摺痕 接著摺痕從下面摺上去 小朋友記得押一押紙 而另一邊都是一樣 從下面對摺上去 小朋友能否跟到 接著就到下一步 我們打開摺紙其中一邊 你們就會見到一條新的摺痕 今次就向新的摺痕對摺 之後再摺上去 我們再反轉摺紙 就會變成現在這樣 然後這個步驟會有點難度 小朋友有需要 可以叫爸爸媽媽幫忙 準備好了嗎 OK的話我們就去下一步 接著我們在摺紙較短的一邊 向上摺大約1cm左右 即是大概食指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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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完成後就會接成這樣 下一步我們就在這個位置 向內接一個小三角形 左右兩邊都是一樣 向內接一個小三角形 接著我們轉去另一邊 都是同樣向內接一個小三角形 接完小三角形之後 我們就在紙的中間對接 記住用力壓一壓張紙 這樣摺出來才會漂亮 之後 將前面張紙的兩邊角位 塞進去這個好像一個小袋的位置 而另一邊都是同樣做法 然後用力壓一壓兩邊 這樣效果會再好些 最後將摺紙向中間對摺 換句錢包就完成了 你們還可以畫自己喜歡的圖案 和填顏色 成為你們獨一無二 屬於自己的錢包 小朋友 你們完成了沒有 各位小朋友 是否很容易接呢 很快就自己做好一個獨一無二的玩具錢包 其實你還可以和爸爸媽媽 上金管局網站裏 學做其他DIY的玩具 好似是多拿珠的收銀機 以及配合一些玩具銀子 這樣就可以和爸爸媽媽 在家玩模擬購物遊戲 Scan my片尾的QR Code 就去到金管局網站裏的相關部分 資訊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